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是讲师胡敏 我现在就职于一个外企的一个电商公司 从事呢是前段技术的一个支持和一个框架的一个维护 好,接下来呢,我将带领大家一起来实现简易的一个任务管理系统 里面用的主要一个知识点,一个技能呢是GARP和Angular和Express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整个整体安排 在我们这个课程介绍之前,先想先为大家说一下我们整个一系列课程所用的一些技能 这里面包含哪些呢?包含有HTML, CSS和JavaScript 这个呢是我们做Web前端开发必备的一个三个知识点 之后呢是我们的这样一个CorefaceScript 这个呢是对这个JS的一个简化 然后呢是我们的GARP这个一个构建工具 另外呢就是我们后端相关的LODJS和Express 一个呢是运行平台,一个呢是框架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前端框架Angular 之后呢就是我们设计到发布相关的一个Linux下发布和Antics 这样一个软件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系列课程里面大概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 当然也是能够从这里面更加的深入去了解的这些技能 好,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课程的一个介绍 首先呢我们的这个课程呢是分为三大块的一个内容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应该是三个大的知识点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前后端分离的这样一个程序结构 第二个呢是前端构建的一个内容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项目实战 通过这三个部分的话来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学习 从而提高各位的一个前端的一个开发水平 也能够认识到我们业界比较流行的一个前端的一个开发模式 说完了一个课程的一个简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培训对象 这个呢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前端基础 这个呢不是一个入门级的一个课程 入门的应该是HTML, CSS和JS这三个 然后在有这些的一个基础上 然后我们再来学习这一个课程的话 是能够对web前端开发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 如果你零基础就来学这门课程 那么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吃力 另外呢这里面的主要培训对象针对以下几点几个 第一个呢是有对前端有兴趣 那希望呢提升一下这个前端的一个能力 第二个呢就是说想了解当前流行的一个前端的一个开发方式和一些常用的一些工具 第三个呢是想学习一下前端的MV星 第四个呢就是说已经有了一定的一个前端的一个开发的一个经验了 但是呢对前端构建这块还不太了解 那么利用这一系列课程的话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想使用JS来开发这个后端程序 因为我们这儿涉及到一个后端的一个开发 所以呢想学这块的一个同学也是可以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主要的一个培训对象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内容 课程的内容分为五大块 第一个呢是前端的一个项目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一个Coffee来写前端项目 来写这个JS 第三个呢是后端的一个项目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任务管理系统的这样一个实战 每一门技术都要放在这个一个实际的一个项目中 才能展示出它的一个魅力之所在 所以呢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实战来进行演示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系统发布 当我们做完一个系统之后 我们不可能让它就是以原本的形式摆在那儿就完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让它运行起来 就是说要能够让外网能够访问 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就需要做这样一个系统发布 这里面就主要分为前端和后端两者的一个发布 其中前端呢主要依靠NX这样一个web服务器 后端呢主要是发布漏的程序 这个呢是我们系统发布这一块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学完这一期课程之后 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利用GAP这样一个构建工具 这个呢是比较基本的一个知识 第二个呢就是说要了解使用Node来开发后端程序 第三个呢也就是要熟悉前后端分离的一个开发模式 这个模式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东西我们后面会涉及到 第四个呢是了解Coreface Script 并能简单运用 这个呢是人者见人智者见智的一个语言 喜欢他的喜欢他的人呢是非常喜欢的 当然讨厌他的人也比较讨厌 这个呢就看大家自己的一个预愿了 第五个呢是学会如何使用这个Express来开发这样一个REST API 第六个呢就是要学习使用Angla的一个简单运用 现在这个Angla比较这么流行的一个前端框架 如果你作为一个前端的一个工程师 你不去你不了解而且你也不会用它 那么可能就有点out了 所以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去了解的 当然如果想要深入去研究这个 那么这节课程的话可能就不够用了 所以呢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运用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目标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中 多思考多练习 然后争取把这几个目标都完美的一个达到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开发环境的一个搭建的 这里面呢主要涉及到三个 第一个呢是Sublime 第二个呢是HBO的 第三个呢是WebStorm 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呢 看一下 Sublime呢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文本编辑器 它很轻量级 安装吧可能不到10兆 所以说它打开速度快 然后编写的比较方便 HBO它是什么类型的呢 它呢是一个特定功能的一个编辑器 然后它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就比如说HBO的比较典型的就是它的JS提示做得非常好 非常完善 第三个呢就是WebStorm WebStorm它呢是属于这样一个集成的一个开发环境 也就是说它的各方面是比较均衡的 然后呢在我们这样一个中大型项目里面是比较适用的 一般来说的话公司里面用这个Sublime和WebStorm 应该是比较多的 因为Sublime看这个打开速度快 随手写一些脚本代码 那么很快就能用它写出来 然后WebStorm呢因为它这个集成开发环境强 各方面比较强大嘛 所以呢很多时候公司里的一个项目都是用它来做 因为我们一个一般的公司里项目都是比较中大型的 所以说呢就是用它来做开发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分别演示一下 这几个编辑器的一个简单使用 好我们直接切到编辑器去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SublimeText 这里面写代码怎么写呢 很方便直接打开就是一个编辑框 所以我们就直接可以写JS了 Hello world 然后console.log.son 相当快捷就能够写好一个程序 写好一个好一点JS 看代码组织这些功能都有了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它的一个简单使用 直接打开就写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HBO的 这里呢它说写需要登录 我们这里点赞不需要登录 好允许它访问 在同时我们也打开这个WebStorm 这里呢我安装的是10这个版本 当然这些工具强大 但是呢它相对来说启动也比较慢 资源占用也比较高 看我没有设置我就直接启动 当然我这里选试用 好这些我们都不管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WebStorm里面 既然说它是一个集成开放环境 所以呢它的功能上是看一下 都是比较简单的易用的 比如说我们要建项目 这里我们就可以选 我们需要选什么项目呢 比如这里有什么 AnglaJS的一个项目 Load的一个项目 这些都可以选择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会选择 两个项目出来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LoadJS的一个项目 另外一个呢就是AnglaJS的一个项目 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去搭建 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结构 当然用它自己的一个项目股价 是非常合适的 好这更多的演示 我们就放到后面的课程里面去 当然这个打开相当慢 这首次慢 后面可能会快一些 这我们就不管它了 在这里呢我想多提点内容 就是说我们要做这样一个 开放环境的话 我们还需要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叫LoadJS 它的官网在这儿 这个网站由于是国外的一个站点 打开是相当的慢的 算了这儿就不设计了 下次我们直接先打开好 再给大家演示 好这个估计也等不到它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节课程的一个开端 也就是我们的课程介绍 那么我们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呢就开始进入正式的一个 项目的一个搭建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